我现在要上的是 如何当一位好的领导人 要如何可以做一个好的领导者 你们都要记得 我们黑熊军团受完训以后 派出去我们的阶级就是中尉 中尉这个省一是一个小小的官阶 小小的领导人 但是你要自己知道 你怎么能够当一个领导人 你要怎么做领导人 所以在说如何当一个领导人的时候 我大声要用两个美国的总统说话 让我们大家做参考 第一个我要说现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奥巴马他说几句话 要进步的第一个要件 进步的第一个要件就是change 就是改变 你如果一件事情 你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 你就不能够进步 你就不会进步 所以我要用第一句话欧巴马说的话 如果你要进步 你就要会学会怎么改变 没有笔的请举手 没有笔的举高一点啦 班长 算看看有几个拿笔借给他 再举一遍举高一点 手举高一点啦 那个到办公室去拿笔借给他们 你很潜在的 你很潜在的 不然别人不要说 我看着说 你怎么缠缠在那里要做什么 你来这胸口都不用带变的 头脑都没那么好来的 第二句话就是甘乃迪 美国的总统 甘乃迪总统 所讲的一句话 用不要问国家 为你做什么 你要问你自己 能够替国家做什么 这句话真好 很多台湾人 怨天尤人 社会永远是对不起他的 他都没对不起这个社会 这种也都很错误的 中国文化 六十八年来 六十九年 中国人通在台湾 他贬命的名义 来统治我们 他所教给我们的 都是中国那一套 碰风 文化鬼 说谎 造假 这样来维持他的政权 所以 我们台湾民政府 将来接掌政权的时候 那时候 我们要脱中 就是离开中国 要进入开发国家 那宁可跟欧洲 日本 他进步的国家 来学习 学习他的文化 我们 我们 不愿意向中国 学的那一些 说谎的文化 造假的文化 欺骗的文化 会害死我们台湾人 所以说到 后来 做一个令独家 的第一个要件 就是说 要有坚强的信心 当你在台湾民政府 担任官员的时候 你要问你自己 你的目标 有没有很明确 你没有忘记 你刚刚参加台湾民政府的时候 你的脑袋里面所想的 你的心思所想的 是不是有一致 所以当领导人的 第一个要件 要有坚强的信心 对于台湾民政府 今天所交给各位的 法理观念 你要坚持 你不要看这个坚持 这两个字 是不容易 有很多人 学了半天 旁边人又说 这样也对 这样也对 人家说 就要选去才好啊 那也去自己选 实在很废 如果你延续中华民国的生命 就是断送台湾人的前途 就是消灭自己台湾人的将来 那没有比 那没有比 那没有比的请再举手 那让他发比 第二件 当一个好的领导人 当一个好的领导人 要有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做一个好的领导者 要自己去解决 问题 你要有那个能力 这句话简单来讲 这句话简单来讲就是说 不求人 什么事情都可以拜托别人 拜托你自己 去研究 拜托你自己 总比拜托别人强 所以领导人的第一个要件 要有自己解决 问题的能力 第三点 所有领导者 要有慈悲心 要有同情心 要有同理心 要为百姓设想 这非常重要 做一个民政会官员 这点如果没有 他没说没有自己做 民政会官员 你如果有慈悲心 有同理心 有同情心 为百姓设想的时候 这个时候啊 你就会显示出 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你有地灰 你有地灰 要表现你的品性会很优良 同时 或者你个人也会有公德心 要有公益心 公德心跟公益心 现在台湾非常欠缺 所以 我们所有的民政会官员 很好的事情就是 在我们台湾民政会里面 我没听到 牧民人会捧场什么东西 我发现这一点是非常好的现象 不是熟悉的 你不可以人带 甚至你要带来 交给班长 还是交给什么人主管 这个东西要向人 非常重要 第四点 做一个领导权 要有判断的能力 什么事情 都要判断 要判断 我给各位加方法 第一个 先观察 当事情发生 的时候 你先观察 不管是什么事情 新闻思惊 还是你说发生的事情 周围的事情 你要先观察 观察以后 你要思考 你要去想 这种事情会发生的来龙去脉 这种事情会发生 到底它的因果是什么关系 你自己要去想 想想的意后 你要做一个有系统的分析 有系统的分析 分析以后 将所有的事情 就是来有一个结构性的 把它弄成一个有结构性的一种事件 然后它经历 那你就知道说要怎么做 所以就是说 要有判断的能力 就是做一个领导权 所以要有的 这是第四个条件 第五个 当一个领导人 要有宏观的智慧 心胸 要放大 要有宏观的智慧 就是说 你的观念 不能思想 一定要开口 所有的事情 就是为大局摄像 要培养 这个气氛 培养你的气度 这都非常重要 领导人应该这样 第六点 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 各位你爱有 坚强的智囊团 虽然你是 黑熊军团的议员 你去洋派去摩咪丹尾 做督导 你不知道就要有很多 你要有智囊团 这智囊团 你派在那个组织里面 你眼睛要看 看一看 可以吸收你的智囊团 看什么人对你更好 他对你好不可以给你沉默呢 你要看事情 会给你分析 你如果说这边怎么做 甚至局长也可以当你的智囊团 甚至副局长也可以当你的智囊团 甚至部队长也可以当你的智囊团 你要运用你的智慧 运用你的能力去统筹 你所运用你的智囊团团 就是要听百姓的需要 百姓需要什么 就是为百姓思想 要听百姓的需要 也要听百姓的意见 百姓的意见 你要做参考 百姓的需要你要去把它完成 这样才可以当一个很好的父母官 我们很主持台湾民进户 这些政府官员最大的缺陷在哪里 我们没有当官员的过去跟历史 所以外面的人会笑我们啊 所以我们要受训 执勤训练 有的人都给你留后膝 给你董 不用啦 阿秘书长不是说出一班 高级班就好了 请问故意 你拿一个出一班 拿一个高级班 你就要做官员喔 你想那么简单吗 你如果去做官员 不用两星期啦 我放两天你就倒了 所以我们这些民政府的官员 要受训 要接受新的知识 不然你是要怎样 有辦法去替民政府吃饱了呢 那不是 在八点 你要有说服力 有很多人 很好玩 只有说服你自己来参加台湾民政府 你旁边的没有任何一个人被你说服 甚至于连你家里都说服不了 你不会觉得这样很好笑吗 你不会这样感觉吗 你只有说服你自己而已 甚至有说服你自己一半而已 所以要有说服的能力 什么叫说服能力 就是在体制内 有运作的执行力 在我们台湾民政府这个体制内 有运作的那种执行力 我们的领导所需要的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第九点 所有的领导人 要有传承的心 传承 什么叫传承 就是提拔后进 我们要让有能力的人 出来替社会服务 我们要用有能力的人 出来来帮忙百姓 替百姓做事 就是说你 你做一个主管 你要提拔 你的后进 这个所谓的后进 不一定是比你离去比较少 只要你 你感觉说这人领导比较好 你就要提拔他 台湾人 黑中国人有一点很差的 最有领导的人 都尽量他打那 很害怕 他把他打去 其实你不用烦恼 我们民政府只有四千四百位而已 这个四百位 是我后来这个十%加上去 为了怕被人家破坏 所以我自己主动 把它增加十% 你只要四千四百位 你只要说你的官员 会比别人小 你放心好了 放一万个心 现在是中国民国内 公布人员 大概是二十万人 你只有四千位而已 我看这个最后面是一个女同志吗 是不是啊 你怎么会坐到里面去 不要让随便的人进到我们的队伍里面 动作快一点啊 动作快一点啊 那不是开玩笑的口呢 我们是要接掌政权的 这个班呢 我再给各位说 再三再讲一次 黑熊军团 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团体 明天开始如果没有好的理由 我们就不会让他加入里面了 最后 第十点 当领导人 必须有实践的能力 意思就是说 你做一个领导者 不管长官 不管谁 把责任交给你 你都一定要去把它完成 这是我们 当一个黑熊 当一个台湾民政府官员 要去做的一些事情 我相信你在社会里面 有人会跟你说这些事情 东西 在讲这些事的时候 我要说三个例子 给你听 中国人 跟美国人 都有富贵的人 有一次 美国一个家庭 很好爱的一个家庭 小孩 跟老婆说 爸爸爸爸 我们家很有钱 对不对 做老婆跟他说 是的 我们家很有钱 但是 是我有钱 你没有钱 因为你跟我不 不是合伙关系 你要钱 请你自己去打工 美国人的教育就是这样 你看中国人这边是怎么做的 中国人 同样有一个很好爱的家庭 小孩跟老婆说 爸爸爸爸 我们家是不是很有钱 做老婆跟他说 是的 我们家很有钱 这些钱以后 通通都是你的 你看看这个 对孩子的教育 的属性 是有多么大的一个差别 还有第二个例子 有一个台湾的老婆 让孩子 书到 想跟他送去美国 去游学 去七十五月 她刚才有一个美国人 一个女士 叫做玛丽 她用电脑的玛丽 说我现在有一个小孩 十三月 想说苏盖的时候 要送来你那 拜托你给我教育好不好 这个玛丽跟他说 不好意思 你的小孩可以来 但是我没能力 跟你的小孩教育 因为我在上班 你如果要来 我会很欢迎 所以台湾的这个小孩的老婆 就将这个小孩 把他送去美国 到美国的时候 这个美国这个玛丽 开车去接 开车去接 接回家的时候 这个玛丽 就请小孩说 那你那坐 小孩真有礼貌 所以跟他说 啊 玛丽阿姨啊 谢谢你啊 开车子来载我 这个玛丽 谁给他送 等一下 请你不要叫我玛丽阿姨 因为我不是你的阿姨 请你只要叫我的名字 叫做玛丽就可以 同学这个小孩 这个小孩 这个大人 非常shock 很震惊 啊 哪有人见人家 不通人情 所以这个玛丽哥 有个小孩说 来来来 我跟你说 我在上班 我每天没有办法叫你起床 你自己要起床 你如果起床一后 来 冰箱放在这 你打开 你要吃什么 你都做你带 但是 吃完 晚上 你自己洗 放回委员位 同时呢 你看我这里有一个地图 这个名胜古迹的所在在这 你如果要去 这都给你注明 要去这个所在这 坐几盒 在我家的门口那里 你去坐 一孤月过 这个小孩回到台湾 这个老婆觉得说 哇 这个玛丽的狗有有够成功啊 因为在时 他不用叫小孩去城 小孩自己都去城 而且麵皮都塞得好水好水 这个小孩要做什么 吃饭吃饭 碗粘自己洗 哇 这个张父亲的简直是感动的 非常无体头地 马上咬着的 跟这个玛丽说 玛丽谢谢你 帮我教育这个小孩 玛丽他说 很不好意思 我没有焦虑的小孩 我只是告诉你的小孩 在我的家生活的时候 要遵守些什么事情 而已 我说这个 大家在头上 会去想一些事情 这一些事情是什么 就是说 你还是你的孩子 是什么跟你的孙子 有这种的观念吗 如果没有这种观念 我们台湾又经过二十年三十年 一后 我们的台湾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是很值得大家去想的 第三个例子 这边 往美国的孩子 十三岁 来台湾 交换学生 台湾的这个老闆 去既然他吃 这边回来的时候 这个孩子 将他的扶椒放在桌上 做老闆看到 这本扶椒怎么这么长 他问说 兄兄 这边护照是你的吗 他就说 这是我的 哇 你如果 你这十三岁而已 你如果去 这么多国家去过 都回到孩子 这个孩子跟他说 我只能修学 在台湾的时候 我老闆 就四家送我出国 去游蓝 而且我都会对国家 做研究 所以这个老闆他问 说 这边你在台湾 请问 你要去什么地方 他说我要去死的土地 他说我要去台北 我要去台南 我要去高雄 也要去华林 第一次来台湾 他说要去死的地方 他问说 为什么 台北 是现代化的都市 台南 是台湾的 刚开始就为台南开始 所以台湾的发展 去看台南的整个城市 他会了解 高雄 高雄 最后 明天才要理会了 做老闆 跟这个孩子 带来说 我今天带你来 看我台湾上街 有名 也是 雅琪 看来 你看看 虽然这一丝一丝啊 没几只 但是这是很有名的 这孩子看到 他问说 这是不是 所谓的鱼翅 是不是 那个鱼翅 那个刺啊 是不是鲨鱼的上面 那个东西 台湾的老闆他说 是啊 不错 你竟然都有这种尝试 他跟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 跟这个台湾的老婆说 这个东西我不能吃 啊 这很好吃啊 也很贵啊 我说我不能吃 因为我在全世界 都 都看着 保护动物 我在全世界都说 像这种的动物 已经很少了 要把它保护起来 我不能吃 从头到尾 这个孩子 不能吃 整个东西 这都不是假的 这是真正的 属性喔 这真正让我们 所有台湾人 要躺在里面 要至少 要有一点点的想法 跟有一点点的概念 我们做得到吗 我们做得到吗 你有钱 你 像我都看着我们的东西 有你在这里 我参加 来水月圆啊 我的房间里面 虽然都没人 我也都帮我搜 他说 我有交钱呢 你有交钱 这个都是事实 你有权利用也是事实 但是各位 這是社會的資源 國家的資源 你沒有資格浪費 這個觀念 你如果沒辦法改過來 我們臺灣會發起 我說的是舒適的 所以 現在開始 我跟我們所謂 同志 同心講 我們要推行一種運動 叫做go touch DUTCH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各副各的觀念 在這各位 你一定從現在開始 要養成這種習慣 你和你的朋友 一定要各副各 剛才開始你很不習慣 這就沒多少 要10塊而已 各副各 人要幫你設計 剛才開始 這沒多少 請你10塊而已 今天請你10塊 明天才會變20塊 後一會變200塊 又大後一會變成2000塊 貪污就是從這裡來的 所以 我們現在開始要推動go touch 各副各 這種的文化 希望在台灣民進府裡面 算更 也許這個錢不是很多 但是 台灣人有一個金賣的習慣 都要占便宜 我去到哪一個地方 都像說 我來讓吃便宜的最好 那時候都不對 你知道 有台灣人去叫國七頭 叫整個都的東西吃不完 錢六條 要離開月孫 給那個主人說 wait wait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你還有一筆錢沒有付 你說 帳單已經付清嗎 你說 有一筆錢 什麼錢 浪費資源的錢 在這國 你吃不完 你可以包回去 你沒管理 說 你要把他拼著 你外貫 你沒管理 因為這主委是社會的 是國家的 雖然你有錢 你已經付錢了 你吃不完這麼多 你貨幣就點這麼多 要幹什麼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知道 我怕你跟我們各位說一下 我希望在你的頭上 要有一點東西存在你的腦筋裡面 有的人 看來白人在做工作 他也是其中的分子 像我們現在一樣 我們現在都是台灣民政會的官員 有的人很打拼 有的人在做義工 做祭工 有的人去說 你打拼要做什麼 得過且過啊 我們就在這裡打拼 叫我們怎麼樣 有這種心態 都要不得 台灣人 靠靠靠靠靠靠靠 都有這種或多或少的這種心態 你們有這種心態 你想看看 你有辦法當領導人嗎 應該是大家同心協力去做事情 我在這裡非常感謝 因為我們台灣民政會 現主席在這裡的志工 在祭工 裡面你們看我們現主席在這裡的祭工 在照頭上 都沒有薪水的耶 在廚房在做事情 都沒有薪水的耶 甚至有的人 每一次拜五 拜五 拜六禮拜 從南島坐國公好 坐到這裡路車 來去做志工耶 沒有錢 我們也有同時從屏東 坐計程車 坐高鐵來 再高鐵回來 再坐計程車回來 幾年了耶 有人拿錢也沒有耶 你們不要認為 台灣民政府跟水月園有關 我在這個地方 鄭重給各位說 水月園跟台灣民政是完全無關的 我們這裡的志工 包括我 包括我們的議長這裡的所有的東西 在這裡吃東西也是在六字耶 不說免費的耶 你們想說 給你交這個錢給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沒有收你一毛錢 人家水月園 盡量滿足我們的需要 去這裡的地方 讓我們大家去住 讓我們去吃飯 當然志工是我們的人 我們這麼多人 我告訴你 只有洗碗要洗老骨 你相信嗎 只要洗一個碗 要洗兩點碗前還有六個人 你們吃飯都很簡單 吃到吃壞 我告訴你如果要吃好 拜託你去飯店去吃 你來這裡是要託法理的 三菜一湯就好啊 大家也都吃得飽 你如果吃不飽 你可以去拿第二次 去拿第三次啊 你會記得我們以前 有的東西過去 以前的時候再想完的時候 我們每天都在這裡吃到 一天的菜出來 二三十種 你怎麼知道 每天出來以後 你們大家下半以後 你們下課以後 那個廚餘啊 有幾湯 四大湯 滴滴滴滴 四大湯 現在改良以後 三菜一湯 我們現在的廚餘 過得多人 一湯的四分之一而已 這樣 這樣才不是很好 為什麼 你要來的時候 現在又改變 你說 你要帶自己的牙刷 冠洗用具 不是說水月園沒有提供 是我要求 不要提供 你不要想過嗎 提供那個杯水啊 塑膠那個杯水啊 喝了那個杯水 要怎麼處理 你也不可能 帶人去拎刀了 你讓你拿回去拎刀 你也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我們支援要怎樣 燒掉 也不是 你知道 塑膠燒到這裡 會有什麼東西產生 帶奧心 我們的牙刷 以前收分 三天兩夜 牙刷一堆 那個牙刷 曲曲的 是有一次我們的祭坑 搞不好 秘書長 秘書長 我帶你去看一個東西 帶他去拎刀 那圖 尾開了 一包東西拿出來 打開 農中牙刷 他說這樣我就知道了 那牙刷 那牙刷 不會糟 不會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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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看到我們的牙刷 我們的小孩 我們的孫子 我們的甘子孫 叫熊 又在那裡 你不要想過嗎 各位 地球是我們大家人 台灣也是我們大家人 我們是不是應該愛惜他 你有錢是你現在有錢沒中 但是你沒主意把它撞毀掉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也已經開始改變 我們要怎麼改變 我們跟大家說 你要來的時候自己要戴 冠洗用具 當然啦 這個冠洗用具 不是說他這裡都沒有 他也是有 你如果沒有牙刷 這裡還是有牙刷 但是牙刷你使用它 你要拿回去 你拿回去 你拿回去 你要處理 都一樣 所以 我們現在在上課 你要把你介紹來的 動心也好 你的朋友也好 你要告訴他 自己要戴 你的保溫杯 自己要戴 你的冠洗用具 是從這裡來的 因為我們現在開始 發力的東西 大家都藏得不錯 新台灣論 我們這個名字 明天這個 禮拜六 八月二號 下午四點鐘 有駿手考試 如果你要參加駿手考試 基本上我們也不反對 你要事先跟班長說 四點到六點的時候 給我 讓你親家 去考試 但是我希望說 你如果要做黑衆 你就不一定 要去做滾手 駿手的工作 還是一樣非常辛苦 所以 今天 會上課 雖然 明天 會在時 第一點四十元 四十元 花七百塊 絕對機密檔案 就是這本案 我希望各位 除非 除非你在睡覺以外 除非你在睡覺以外 所以 你是不是很熱 那個冷氣把它放冷一點 衣服不可以脫 因為大家全部穿著自服的時候 就要大家全自服穿 你可以挑選冷氣冷一點的 比較冷的地方 你想說我也是很熱 對不對 是一點點的 熱啊 都沒有辦法忍受啊 想要做黑衆 再來 要跟我們各位 報告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9月13號到9月26號 美國司法部 要派最高檢查總署 的副檢查總長到台灣 這一位副檢查總長當時 就是當我們在控告美國的時候 擔任 最高檢查總署的副總長 副總長 那請你這這樣的高階的人 到今天為止 從來沒有到 中華民國這塊土地上面 所以我相信這邊來 會在台灣造成很大的震撼 同時還有一位貴賓 2006年10月24號 我們控告美國的時候 Charles Camp那一位律師 也會來 我們總共有五場的演講 分別是在9月17號 在台北 世貿的國際會議廳 六點半開始 9月20號 9月20號 在高雄 鳳山的體育館 9月20號那一天 是從一點鐘開始演講 那一場會有五千個來賓 再來9月21號 在桃園的桃園 桃園飯店 9月22號在台中的全國飯店 9月23號在台南的長榮飯店 那五號在台中的 5號在台中的 我們希望我們各位 你們有時間要去看 同時 我們各位黑雄 軍團要擔任為安的工作 那個班長這個冷氣 跳雞到底也沒有開啊 跳雞到底是那個什麼問題 要趕快把它改善 因為他們大家晚上要看書看到12點 不能這麼熱 會熱的請你走上去 好 現在外套脫掉 那個 跟那個 那個水電工講一下 趕快要修好 好 這一次8月12號到16號 有安排去日本的請舉手 一位 舉手的時候請你握拳 一位 其實如果你的能力許可的話 我是希望你去 因為這篇 因為這篇是非常特別 在這篇 我們去跟發生海嘯最嚴重的那個 縣市 跟我們的 縣市 你如果自己去 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給各位 這個時間給各位 我留時間給各位 那一位 明天早上7点20分 不要打领带 就是穿着你今天现在的这个衣服 在外面集合 听从 执行官的指挥 的排队 然后呢明天 九点半 回来这里开始上课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冷气应该就已经好了 那个时候啊 我们就一样 如果是有冷气好的话 我们就要 继续穿上西装来上课 因为穿着西装是代表我们的精神 然后明天中午 考完试 回到寝室 利用中午的时间到两点钟 你可以去洗澡 换上我们的黑熊的制服 不用打领带 来这里上课 我们上课的规矩 上次已经讲过了 大家都做好 由 我们的执行官 带头 还 平常上课是没有执行官的 但是只有黑熊军团 我们是不一样的 然后就是到明天晚上考试 到后天呢 我们会考一个 犯罪侦查 犯罪侦查学里面的犯罪侦查 然后就让结束 我们这次的 黑熊军团的训练 所以我今天要讲口讲到这个时候来 多谢各位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